韩信是一个典型的技术型领导干部 专业技术精湛 业务能力超强 带兵打仗战无不胜 功无不克 被评为汉初三大杰出人才 拥有至高无上的荣誉 但往往这种技术人才行的领导干部 都一个自身难以克服的通病 只关注技术 只关心业务 一心只为专业胜败 人情世故 上下级关系 迎来送王等必要的人际交往 都是如粪土 不屑一顾 而且专业能力越强的人才 越是自视清高 不接地气 甚至蔑视领导的权威 古今中外 改莫能免 韩信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 刘邦军团冻出川鼠 占领关中八百里秦川沃土之后 实力骤增 一心要跟项羽的储君争夺天下 此时的大将军韩信 为刘邦制定了争夺天下的战略 刘邦亲率主力大军 在中原广袤的土地上 与项羽死拼 韩信则率偏师东渡黄河 灭味破罩占起祥烟 彻底清扫其他个诸侯国 占领北方广大的土地城池 完成充裕的战略迂会空间 从客观上形成了 对项羽储君的战略包围态势 这就是为什么楚汉相争时 总感觉项羽每战必胜 刘邦四处败逃 但该下一战就一战定乾坤 项羽完败 彻底失去天下的根本原因 韩信的这种战略布局 从技术角度上来说 是完全正确的 一千多年后 伟人也用过这样的战略 自己在陕北与敌周旋 让部队在外围放开手脚 多打大仗胜仗 但事后仔细回味一番 这不是让君王刘邦做诱饵 成就自己外围打胜仗的 外事功名吗 要是万一刘邦这个饵料 不甚被项羽这条鱼儿吞食了 又该当如何呢 这不是故意将主帅置于 危险不可控的境里了吗 这样的战略布局 只能是刘邦自己悟出来 或者是实时处在刘邦身边 与其同生共死的谋士 如张良 陈平等人提出来 绝不该是至身世外的韩信提出来 但作为技术行人才的韩信 一心只为打胜仗 一心只为战胜敌人 根本想不到这一层 体会不到胜利之后的风险 汉三年 在外围作战的韩信 带兵拿下赵国 转身准备攻占东边的齐国 齐国是个大国强国 光池城就有72座 如果一城一地地攻打 不但费时费力 还不定能攻得下来 于是刘邦听从谋士历史的建议 派其前往齐国 游说其王田广 让其主动投降 立即见到其王田广 为其分析天下大事后 断定刘邦将来必得天下 为齐国和其王考虑 建议田广投降 早分一杯羹 田广深以为然 欣然同意投降刘邦 解除了对韩信军队的戒备 放弃了打仗的念头 留下立即好吃好喝的招待 一起等汉军接收部队的到来 韩信听说齐国已经投降 放弃了对汉军的戒备 这不是夺取齐国的天赐良机吗 于是率军偷袭 毫不费力就打败了齐国的军队 齐王田广听闻汉军被信弃义 居然偷袭齐军 认定立即是刘邦的诱饵 顿是大怒 命人将立时旗下游顶火烹了 韩信这种做法实在不低道 但从纯技术的角度 从为了打赢战争的角度 韩信绝对没有错 这也是日后刘邦没有追究 韩信责任的主因 仗虽然打赢了 齐国也顺利拿下了 但后果对韩信来说 却很严重 立即是刘邦最信任的谋士 韩信这样黑的 刘邦心里会舒服 会不会秋后算总账 另则 韩信这番操作 害死了立即是小 全天下的同事都会怎么看韩信 这小子太阴 太黑 为了自己的功名业绩 完全治同事的生死于不顾 日后谁还愿意与其合作共事呢 这也是为什么日后韩信被杀 萧和 张良 陈平等人不替他求情 韩信曾经的属下房块 曹参 周伯 冠英也没出面 总之 没有一个人同情他 没有一个人为他说话 都作弊上官 韩信成功拿下齐国后 兵强马壮 实力雄厚 而反观刘邦 却被项羽的储君围困在行阳 危在旦夕 命悬一线 他眼巴巴地盼着韩信 亲率大军南下解行阳之位 可此时 韩信却做了一件大逆不道之事 派使者向刘邦讨风带立其王 此事备受史学家和后人诟病 认定韩信想当王想风了 其实不然 在那个有兵有地就敢称王的乱世 自立为王又算得了什么呢 陈胜义起义就称陈王 陈武 韩广刚占领赵燕之地 就自称赵王 燕王 更何况拥有几十万人马 足以与项羽 刘邦形成三足鼎立之势的韩信 为何称不得其王 他想称王 谁都挡不住 用得着千里钱时讨风呢 韩信急于称其王 理由他说得很清楚了 其帝民风飘悍 且刚刚占领 人心不服 未便于管理 所以讨风其王 韩信的话都是实情 一个将军占领其帝 在老百姓看来 只是一时占领 不会善待其国百姓 不会真经营其帝 只有称了其王 才会将其帝当自己的土地 将其民当成自己的臣民 老百姓才会真心依附 与此结为一体 还有一层意思 几十万军队打了大胜仗 为激励军事 论功行赏是少不了的 毕竟有功闭上 才是打胜仗的关键 才是将士们战场用命的根本 但韩信这个总头头 都得不到提拔 又怎能封上下面的官兵呢 打个比方 你老大才是个军长 师长 手底的军官 总不至于越过军长 师长去封上他们吧 但韩信一旦封王就不一样了 可封上下属的空间 就大了太多了 从客观事实上来说 韩信要其王的帽子 也是出于治理其帝方面考虑 纯从业务需求出发 但只考虑业务和工作需要 这就是技术领导的局限性 刘邦虽然给了韩信其王 但心中一定留下了阴影 为日后的结局埋下了伏笔 汉武年 刘邦计划与韩信 彭越三军何为项羽 刘邦亲率汉军主力到达顾陵 但韩信和彭越的部队却实施不当 张良给刘邦出主意 韩信和彭越不来 是因为分封的土地不够 刘邦急忙派使者通知韩信 彭越打败了储君 从陈县往东至大海的所有土地 加上原来的旗地 都归韩信 虽扬以北至古城的所有地盘 全给彭越 得到刘邦重诺后 韩信亲率二十万主力 直奔淮北平原 三方大军何为该下 大败储君 项羽自吻无疆 韩信迟迟不出兵南下 有没有借机敲竹杠的意思呢 笔者认为 韩信更多的还是 纯业务角度出发考虑问题 项羽之勇 无人能及 单论领兵面对面冲杀的实力 整个秦末汉处 没有一个人打得过的 巨鹿之战 项羽亲率五万储君 打破秦军四十万精锐主力 彭城之城 项羽的三万骑兵 对守成一方刘邦的五十六万联军 四亿屠杀 足可见项羽的实力有多么恐怖 刘邦和兵顾灵时 项羽还有十几万精锐的主力 不让储君兵辟良节 韩信绝不敢轻举妄动 他要对整个战事的全局负责 不出则已 出则必胜 否则前功尽弃 汉景帝时 以吴王为首的七个诸后国叛乱 叛军猛攻良王坚守的城池 皇帝的亲弟弟 窦太后的心头肉良王 危在旦夕 但手握重兵的周亚夫 面对求救就是置之不理 拒不救援 一定要等到叛军和良王的军队 都快拼光了才出手 周亚夫虽然打赢了平叛之战 但自己的下场也因此决定了 他与韩信的考虑如出一辙 韩信如果借此生死存亡 关头要挟刘邦 无异于谋反叛乱 如果不想自立门户 再多的封地又用何用呢 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 率土之宾 莫非王臣 封赏的土地 收回去还不是一句话的事吗 聪明如韩信 难能有不懂之力 至于韩信有没有反叛刘邦之心 听一听他与第三者的一番肺腑之言 汉王欲我甚厚 在我已骑车 依我已骑依 使我已骑时 无闻之 成人之车者人之患 依人之依者怀人之忧 使人之使者死人之事 无其可以向力被疑护 这又是技术型干部的局限性 一心想的是业务 一心谋的是打胜仗 哪里会考虑业务之外的人情事故 和帝王天心呢 刘邦打败项羽统一天下后 韩信便日落西山 地位一日不如一日 先是从其王改封楚王 之后又降为淮音后 被软禁在都城长安 彻底沦为一个有之无权的闲散侯爷 再也掀不起风浪 更别说威胁皇权了 但技术型干部出身的韩信 却不能面对现实 仍然自是清高 还是打天下士指挥千军万马的居高临下 有一天 韩信路过梵快家门口 梵快急忙出门跪拜送迎 及其千功大王乃肯临臣 大王怎么有空来我家 虽同为侯爵 但韩信是获罪之身 且无官无职 梵快却红的法子 跪为大将军 左丞相 而且还是刘邦的莲金 妥妥的皇亲国姬 但韩信表情极为冷淡 几乎是拂袖而去 离开时还自言自语 生乃与快等为伍 怎么这么倒霉 还有与梵快这样的人 为伍的一天 韩信的清高与傲慢 可见一斑 有一天 皇后屡志趁刘邦外出征战之机 将韩信骗至后宫 以谋反之罪 让几个宫女将其杀害 帮凶却是韩信的 伯乐贵人萧和 伯乐贵人